在今天我们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致辞 他里面提到的这一段 他说很多场合无法高举中华民国国旗 但一样要有骨气 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中华民国可以是台积电 可以是佛光山 可以是瓷记 也可以是参加奥运 中华民国是每一个国人同胞 那么另外呢 民主自由道路上不能停下脚步 期待国会改革的推动 为台湾公开所有官员所做所行 都是不造假的 才能明有明智明想 台湾花了半世纪努力 从风雨飘摇的小岛华丽 成为全球前十大的经济体 继续追求民主 呼吁大家所有不同思想与意见 其实都可以整合成四句话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那当然也要听听亮哥 对于今天韩国瑜的演讲 你的看法 那当然其实在座大家都同意 怎么今天韩国瑜他的致辞内容 看起来反而更像个总统 我觉得主要还是态度跟高度 这个态度就是 你要展现出一个包容心 那你那个自信要 让人家感觉你本身就有自信 而且你要能够感染到现场听的人 那赖清德给人家感觉就不是这样 他在念那些 你说包容心 他也说我们大家无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 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都要有共同的理念 那个都是两国论 民生本来就不重要啊 他要的是两国论嘛 所以那个不叫包容啊 事实上刚刚萧续成刚刚讲话啊 说他现在可以立刻下令啊 叫那个林又昌不要再动员罢免啊 你有什么逻辑来罢免谢国粮啊 那你不是说要包容 那你就就喊那个民进党 就承诺民进党明年不会介入罢免嘛 那朝野好好来做事嘛 那你为什么不讲这种话 因为我是说你那个 一定要感让大家有感觉你有打到点 你知道吧 不然你都没有人讲说 哎呀我们不分党派啊 朝野和谐啦 你讲这个叫屁话嘛 那请你那个宣传费 不要变那么大好不好 就是你如果讲一两点啊 比如说最近 王红会不是才帮他统计 蔡英文执政八年 民事跟三立总共拿到95亿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讲一两点让大家共同看到 因为这种东西都很容易有感觉的啦 就是 所以我说你那个讲的都是 那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你只会 你只会讲一些话术啦 那虚无缥缈 没有具体内容的 打炸他很硬哦 他说即便得罪特定团体也在所不惜 我不知道他只哪一个团体啊 哪一个团体啊 他们自己吧 对啊 他们自己不就最大诈骗系团的 这种东西 比如说你在讲那个 好啦 你说东部人要给他一条安全的路 你讲具体一点嘛 为什么那个傅昆吉没有办法提案 因为这个必须行政院提案嘛 那你为什么你的左龙泰 就立即承诺 今天一定那个路要延伸到屏东 那你为什么不对 傅昆吉的那个东部的 起码的一个交通线 你就做个承诺 那行政院保证送案 市场就没有嘛 所以我跟你讲哦 这种空话听太多了啦 人家就去看你的具体的行为 对啦 你要叫他落实嘛 对 真的做一两样来看看 管理长你要落实哦 人家国民党跟民众党 一听就知道 你是不是有准备 对 有没有要做 真的要做 要对我们做部分的事情 那一听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讲这种空话 那就都比如居住正义 居住正义 然后新清安一年人家准备收了 就知道自己出了问题嘛 那你不能够 都靠那个央行融资来解决问题啊 你还有别的路要做啊 比如说你为什么不讲啊 比如说土地税 你要刻针土地税 那那个持有空污空土地的 要加多少税等等啊 你敢打土地开发集团吗 你敢打那个保险公司吗 我觉得你有没有在做不一样的事 人家一听就知道了啦 所以光是那些口号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今天又看到你提的某某人啊 说今天赖清德大幅靠向中华民国啊 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 44次台湾8次中华民国 这样叫做大幅靠向中华民国 对不对 所以刚刚陈飞文写了一个line给我啊 说今天赖明某某某大幅靠向赖清德啊 今天而已嘛 不是啦他是说你要讲这种话 那人家就立刻回你这一句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说你有没有大幅靠向中华民国 你举例给我感觉嘛 你如果能够让侯汉廷有感觉 那肯定有啦 那就是没有嘛 连我都用数字来反驳你 提了44次台湾8次中华民国 然后你说民进党已经向中华民国靠拢了 感受不到啊 你凸显的还是两国论嘛 就说只要两国论 那台湾叫做中华民国也没关系 你的立场就是这样 这个才是重点嘛 就是我们不要祸于表面 我就说你这个就是祸于表面 就是说他有讲到8次中华民国耶 所以他大量在讲中华民国 那你这个人读书就是不求圣洁啊 真正的重点是只要两国论 中华民国我也接受 所以重点就是整篇都在讲互不隶属嘛 这个才是重点嘛 那你再去帮他掰说 他有其他的内容啦等等等 大陆就是都不会看到 大陆只看到这一点 就是你的重点就是互不隶属 然后而且刚刚我在微信还看到另外一篇文章 他说赖金的就是舔了心啊 就是不惜准备跟大陆作战啊 他也不会去跟和平统一搭上边啊 去讲什么祖国是中国啦中华民族啦 都不会去搭上边啊 因为事让你要记得呢 马英九见习近平是四月 那习近平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提出中华民族 意思就是你只要认你是中华民族 我们就有谈的空间嘛 赖金得到现在一个字不愿意 绝不回答 那朱立伦我看他昨天在讲话 朱立伦就在讲说中华民国是我们的祖国啊 那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啊 我的意思是说 哎连朱立伦这种公认的亲美派 人家都愿意这样讲 你就是不愿意啊 哎不过亮跟你讲到这我真的忍不住要问 昨天在这民党中常会上 转述就是赖金得他居然主动 谈到了这个两国 祖国论的脉络 而且他还直接点名是因为艺人吴康仁 对中国的国庆发文有关 而且他还称对哦 祖国论的部分 请党内不用特别下定论 要给外界多点讨论 对啊 因为他没有答案嘛 因为他知道讨论下去很麻烦嘛 因为人家会问你嘛 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 那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那你的祖国是不是中华民国 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回答啦 因为国民党的答案都是yes 不是吗 国民党就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国 那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 所以只要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 你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只要那个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 那国民党可以接受啊 当然 不是吗 所以我说 他根本就是在讨论国民党论述 一定是被提醒的啦 所以你这样会陷进去 所以他不能再提了 然后 事实上他提吴康仁 那对吴康仁就不公平了 吴康仁事实上 他是讲锦绣中华 对 吴康仁根本没有讲中国 祖国 所以你在胡扯什么嘛 就是说你讲这种就是 他干嘛针对吴康仁啊 就对你的言论不负责任 在那边又不是只有他 而且人家还刚过去 因为吴康仁在台湾刚得奖嘛 事实上真的讲祖国生日快乐是 get up嘛 可是感觉他很计较这个 他讲的 他说我讲的是吴康仁 吴康仁并没有讲祖国好不好 莫名其妙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不要去哄 因为我们都是专家 我们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说就有一些人 你就不要用表面的东西来说 人家已经很包容 包容个鬼包容 中华民族炎黄子孙 你就是彻底拒绝嘛 不然四月 事实上马英九就帮你做了一个球 你不愿意接嘛 不是这样吗 不然现在的气氛哪里是这样 他就是笃定他不要玩你的游戏嘛 他就职眼说就一口气就要把 互不隶属直接搬到台面上讲 蔡英文讲互不隶属 他只讲过两次耶 而且都是在国庆日讲的 因为蔡英文觉得 他如果是在讲中华民国的生日 还有一点空间可以转 你是在就职眼说讲 那个就是你四年的正纲耶 那你还有什么空间 你根本就没有空间啊 所以我我认为他就是不在乎啦 他就是觉得我的立场就是这样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妥协啦 我不需要这个让我自己不舒服 那这次为什么不舒服 那520意气昂扬啊 国庆怎么一脸这么临重呢 压力来了嘛 美国中国压力都来了嘛 那他觉得不能不应付嘛 是这样嘛 那个黄介正讲的更那个 黄介正说赖清德当总统之后 中国跟美国都变成恐怖情人啊 每天都在关心你在做什么 稍微越了越了规矩 他们就要进来盯你了 就是这样啊 这个局面不就你自己造成了 不然你520哪有那么衰 520到10月10号才几天啊 不到五个月 那你现在就有一副被美中共管啊 共管已经写在你脸上了 提早耶 因为要共管应该也是美国大选之后吧 他现在提早美中共管了 不就表示你没有以色列那个底气嘛 你撑不住嘛 你看那台亚无还多多 多嚣张啊对不对 因为周边没有一个国家是他的对手嘛 这就是他的底气嘛 那你不是耶 你的唯一的逻辑就是 要靠林北介入出兵救你 那你有什么底气 在我面前这样耀武扬灰啊 那造成我的困难 所以美国人这次真的是 我觉得又被他激怒了 我从小到大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榨枣直萃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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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